今天是在這裡的傷害 走在溪底拿起夾子 把垃圾一一撿起來 而另一旁還有志工手拿掃把 江南市溪的周遭環境打掃得乾乾淨淨 儘管要清掃將近兩公里的流域面積 但是他們仍然是甘之如意 守護鄉土 然後盡一份做跟大自然 融為一體 那種感動和感動 裡面的魚蝦在活動 就感覺到有生命力 很有活力 沙鹿南市溪 因為有乾淨的天然泳泉 多年來不但成為附近居民 熱愛的天然洗衣場 豐富的自然環境 也成為當地獨特的生態教室 因此沙鹿去工所 就和民間團體合伴進行活動 吸引近200多人踴躍響應 以分配區域的方式進行清潔整理 我想河流跟我們的生活 是有很密切關係的 人生活都一定要靠水 河流它就是我們的水資源 那我想我們要愛護我們的家園之前 更要愛護我們這些生命的源頭 為了要讓這條溪能夠更清淨 能夠更乾淨 所以我們辦這個活動 希望說由這個活動能夠喚起全民 能夠每一個人都愛護自己的家園 清淨自己的家園 重視環境衛生 透過大家的雙手 南市溪找回乾淨的面貌 主辦單位希望透過活動 喚起大家對環境維護的責任 讓美麗的河岸景致能永續陪伴地方 記者陳柏翰台中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